莫扎特、席勒和维特尔有什么共同点 他们都来自诗人和作剧家 所称之为普法尔次的德国帝王选区 这确实是一个美丽的地区 我每年去很多地方看到不同的人和文化 我必须说我很喜欢这个地区 这儿是欧洲的莱茵内卡中心城市区 一个多姿多彩高生活质量 拥有优质的和面向未来的工作岗位 丰富的文化和娱乐生活的地区 在这里你可以兼顾家庭和职业 你可以简单快捷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这也是一个风景儒化气候宜任的地方 对很多人来说 它是地处欧洲中心一个旅游休假的好地方 来自世界各地的250多万人在这里生活和工作 人们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他们自古以来就对外开放和宽容 不同文化和宗教活泼地共存 这是斯巴尔著名的皇帝大教堂 那是德国最大的清真寺 同时在不远处有一处最漂亮的犹太教堂 城市市属的生活和乡村田园的风光使得这个生活空间得天独厚 喜爱城市生活的人们可以在曼海姆 路德维西港或海德堡市生活 喜欢安静的人在这个地区也能找到一片幽静的地方 历史发展到今天的地区结构能满足每个人的居住院 莱茵内卡中心城市区不仅是一个让您生活和喜欢的地方 它也给科学研究提供理想的环境 十五位诺贝尔奖得主来自这儿其他的接种而至 成功的因素是科学、经济、地方政策和投资者之间的紧密合作 这个富有创新的地区之所以享有国际一流生育不是没有原因的 例如在生物技术或有机电子等领域 许多德国最重要的企业落户在这里 不仅是跨国公司、各行各业成功的中小型企业 也以其提供的高质量的学习和工作位置带来生龙活虎经济生活 教育和科学也是这个地区的标杆 这里有22所国内外知名高校 鲁德国历史最悠久的精英大学海德堡大学 坐落在宫殿里的曼海姆大学、曼海姆科技大学 和在斯巴尔市的德国新政管理大学 差不多9万个学生 其中10%来自海外 这里能找到德语研究所以及欧洲经济研究中心 德国癌症研究中心 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新的弗朗恩霍夫医疗技术研究所 四家马普研究所分所 他们是国际知名科学精英的典范 工作之余呢 来因内卡中心城市区的文化和休闲活动 能满足所有人的愿望 德国电影节 尼泊龙恩音乐节 国际知名的博物馆和艺术画廊 但是众多俱乐部、小剧院等 也给业余生活带来丰富的色彩 曼哈姆国家剧院是德国最重要的舞台之一 1782年 弗里德里希希勒的话剧《群道》 就在这里首演 哥德和莫扎特都到过这个舞台上 有名的流行音乐学院 给德国的文化生活带来了新鲜空气 Xavier Naidu和曼哈姆的儿子们 是德国歌坛大碗和歌手组合 来因内卡中心城市区 也是一个顶级的体育强区 对世界冠军赛巴斯蒂安·维特尔来说 一级方程大赛 霍根汉姆赛车场就像是他家的练习场 在斯艾普体育馆举行一流的冰球和手球比赛 TSG1899霍峰汉姆足球队 执政在德国甲鸡联赛上 谁想亲身体验一下的话 可以参加斯艾普体育馆马拉松赛 骑3D自行车 骑马在莱银河和内卡河上划船 或漫步在葡萄园和自然保护区 莱银内卡中心城市区并不是一个狭小的区域 它与世界各地相连 高速公路四通八达 莱银美银国际机场就在家门口 曼哈姆市城际高铁和轻轨的中西出纽 到巴黎只需三个小时 到地中海只需七个小时 用一箱油 车就可以开到北海或到阿尔卑斯山滑雪 自古以来 这个地区为人类进步做出许多贡献 卡尔奔驰发明汽车 卡尔德莱斯发明自行车 舒特朗茨发明拖拉机 创新的产品 至今还保障了几千个现代就业机会 发展给我们带来了美好的生活 德国最好的酒农和经济厨师 直至乡村小厨热情好客 同时这里的气候也非常宜人 三个联邦州 290个乡镇 一个网络纵横的地区 合作的基础是于2005年签署的 欧洲莱因内卡中心城市区条约 它保障了可持续的跨地区的地方规划 精简的机构泄于务实的思维和心动 莱因内卡中心城市区 在我们心里是一个年轻的地区 但是它有悠久的传统 丰富的文化 强大的经济和优秀的科研 它正走在至2025年成为欧洲最吸引人的 和最具有竞争力的地区和道路上 每天都在接近这个目标 Bienvenido a la europea metropole region Rhein-Neckar Welcome to the Rhein-Neckar metropolitan region Europa metropole Rhein-Neckar bölges nehochschkeldenes Bienvenuto nella regione metropolitana europea Rhein-Neckar Bienvenu en Europe dans la regione metropolitana Rhein-Neckar Un metropole regione Gerhaten Bienvenuto